HELLO 大家好,我是我Philip 很快就有一個星期了 在這個星期,我B突然進入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令到我和我太太在晚上完全睡不著 什麼改變呢?就是突然間吃得很厲害,吃也不飽 其一就是明明之前晚上睡得很好,睡得很軟,吃完就睡 但這兩三天晚上晚上不睡,不停哭,是完全搞不定的 所以搞得我們兩個開始崩潰 當然,在這個時間,我上網看看B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擔心B真的不舒服 所以就檢查一下他這個情況是什麼事情發生 檢查完之後,我又發現了一個新名詞 又是我以前完全沒聽過的 也沒聽過任何人說過的名詞 就叫做猛獎期 是猛獎,不是猛象 其實猛獎和猛獎差不多 因為他這段時間都是不停大 那猛獎期 猛獎期是什麼呢? 只要你的BB出生大約七至十天 第二到第三個星期 第四到第六個星期 跟著就是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第六個月 第九個月 以及一歲或以上 八個時期 就稱之為猛獎期的時間 這裏我會放一張圖給大家看看 他的成長曲線究竟是什麼 在一連八次的猛獎期 令到最大的變化 就是有機會會是一兩天之後 會發覺B的尺寸會大 即是衣服突然間 由鬆身到對身 甚至可能會緊身都不奇怪 因為他這個變化是很急奇的發生 所以有很多人都會說 我不見你BB一兩天 為何突然間 整個樣子不同 或者整個尺寸不同 就正正在這個時間裏 通常在這個時間 他會有三個非常大的特性 進入了猛獎期 第一 剛才我所說 他真的吃也不會夠的 我BB 平時之前 就會四個小時吃一次奶 很規律的 到了他進入了這個時間 即是早兩天 他晚上突然間 會變成兩個小時 就要吃一次 第二 情況就是 他的心情會相當煩躁 尤其是在晚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明明早上睡得好地地 很安穩 好像現在 他睡得這麼吵 他都不出聲 但不知為什麼晚上 他就會不停哭 不停要抱 不停要來哄他 其實會進入了一個循環 就是 兩個小時 原來 然後跟他 換紙料片 然後哄他睡 然後 剛剛好兩個小時 時間 他會再吃奶 所以會令到 無論爸爸也好 媽媽也好 其實都會 精神會比較疲勵 為什麼 B 這段時間 心情會這麼煩躁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成長很急劇地發生 所以 B 無論他的心理因素也好 以及他的生理因素也好 所以他也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也會比較煩躁 其次 就是 改變了他自己睡覺的模式 由原本 早上睡得很好 或者晚上睡得很好 一進入了這個時間 他晚上就真的會 吵不停 其實 如何應付 BB進入晚獎期 這段時間最好呢 首先 不要再按照 你之前定下來的時間表 如果他餵奶 即是像我們這樣 他現在真的想吃的 就盡量給他吃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可以 細細聲 和溫柔地跟他聊天 安撫一下他的心靈 第三 就是轉移他的注意力 譬如 好像播一些音樂 或者用玩具給他玩 讓他的注意力分散 讓他不會那麼不舒服 第四 就是 真的抱一下他 可以試一下 用包皮抱著他 讓他會有安全感 第五 就可以適當 和他做一個 BB仔的按摩 例如 就是 可以用手 在他的臉上 輕輕地擦一下 或者是 搓一下他的胸口 讓他會有安全感 最後 就可以試一下 和他沖上暖水糧 讓他可以 所以有些流水聲 或者和媽媽有些肌膚的接觸 亦都會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效果 說到這裏 很多人都關心 其實這個時期 BB會維持多久呢 因為大家都會很累的 尤其是 他不睡 大家沒有睡的情況下 一般情況 大約兩至三天 BB就會進入正常的時期 但是 大家的身體因素會不同 有些BB會到一個禮拜後 才會回復 所以 這一年 大家 看到這個情況 就不需要太擔心 好了 我B 就差不多 又要起來了 我希望 在他還沒哭之前 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因為他一哭 我就收不到科 好了 這次的影片 都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